舉手表決有被外界踏 好 大家辛苦 週五立院肉搏戰鬧上國際版面 院長韓國瑜飽受批評 其中針對民眾黨提案 延長院會時間 韓國瑜都才是舉手表決 硬抱爭議 吳靜民舉手表決 讓底下民進黨立委 虛聲一片 還出現在場108人 總計有110票的離譜情況 這種重大爭議的法案 你本來各個政黨 你要讓老百姓知道說 你是什麼立場 你們哪一些成員 你誰投下了贊成票 誰投下了反對票 呼籠說通過了 通過了是誰通過的 冤有頭再有主啊 事實上立法院的表決 是包括舉手表決 但上回使用舉手表決 已經是1989年1月26號 審查第一屆資深民意代表 退職條例草案 35年後的國會 竟然又走回頭路 多個民間團體發表聲明譴責 包括台北律師公會 為台全會拋轟舉手表決 吳濟民讓民意無從 對立委苛責 地球公民基金會則指出 這一次違反程序正義 已經超越2014年的 服帽審查事件 藍英立委為了霸佔主席台 韓國瑜為了護航 動用舉手表決 姿勢體大的法案 就在亂糟糟中輕鬆通過 誰贊成誰反對 民意要就責 還不知道找誰算帳 三連續我 黃欣先生 月魂泰報道